作词 李宗盛 给了我爬光的眼瞳赤裸 适量的湿暖的 我只能尽凭直觉揣测 啊 爱情是如雨造化我 啊 青丝善执着 我不为这世界 众生如何带我 冲破 挣脱 何以变成写陕落 似有片和碎落 以爱问伤何 我的存在 不会因情绪而予以残破 他和鸟说话 是啊 还有苍蝇和蚊子 那天孤叶路过湖边 岸上爬了一只蛤蟆 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 咱们孤叶可真是个怪人 和一只蛤蟆都能聊那么久 自言自语说什么啊 湖边的下人人来人往的 都指着他笑呢 你 别再调皮了 这都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跟你说过了 以后钉烧找茬的事 都不用做了 你就帮我看好探台阶 一来 他有任何可疑的行动 特别是装神弄鬼那类 立刻报给我 二来 看紧些 千万别让他冻死 饿死 被人欺负死 孤叶平时连叶府大门 都出不去 一举一动都在人眼皮底下 根本没有什么可能 搞装神弄鬼的事 跟他聊天的 还有麻雀 蝴蝶什么的 反正他除了不和人聊天 所有的动物都能聊上几句 小姐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能和小动物说话 我看你是太累了 你这几日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小姐 我是真的看到他们两个在讲话 或许是整个府里没有人愿意和他讲话 这人啊 若是一年到头不说话 会憋坏的 这么一想 姑爷也怪可怜的 难不成是因为憋久了 心性扭枝才变成了陌生 不行 我得去讨讨他的话 二小姐 你这几日总是跟着我 可是有什么话要说 你猜对了 我这几日闲着无聊 就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 你说吧 今天天气不错嘛 别人 好连啊 谭太监 谭太监 你平日里到处受欺负 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想 怎么可能 人受了侮辱 心中必然会生气 生恨 你就没有想过 要做点什么 比如 杀了我 你想让我杀了你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不重要 你们羞辱我 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只是因为你们想而已 我改变不了你们 至于 我心中是否有恨 有怨 这都没有意义 我只是景国来的质子 活着已经够累了 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 也许多了 我只能够累下来 我或者是离了 你也许多了 我会想其他 如果那个人 太太姐 虽然累了点 但你得好好活着 你要是无聊的话 可以找我呀 人要是憋得久了 很容易憋成变态的 像你一样吗 你放在笑那一下 就挺好看的 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总会有人喜欢你 愿意和你搭话的 没有人会喜欢我 我也不需要被喜欢 小姐 小姐你看 我把京中的陈衣店都逛了一遍 买了几件厚冬衣回来 你给姑爷挑挑 这件也太薄了 这件厚 颜色也好看 这也太大了吧 她根本穿不了 不可以 我怎么给你 我哪里知道姑爷的尺寸 你替我去找把剪子和针线过来 小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那你就别问 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 因为我害怕啊 怕 怕什么 我怕你的姑爷万一哪一天被冻死了 拉上咱们陪葬 我还怕他每日被羞辱虐待 有朝一日把他逼急了 不想再做手机包了 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 把咱们都吃了 大老虎为什么会穿黑袍子 大老虎 这是给我的衣裳 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还有钱买起新衣裳了 站住 盘太监 怎么了 我的衣裳被你割破了 破了 这才叫破吧 怎么还气上啊 是不是我二妹这几日没打你 把你脾气给扬起来 还敢瞪我 我们叶家给你锦衣食的日子 太安生了 让你学会跟主子耍横子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 为什么要打人 不是 你拉我干吗呀 我刚还帮你把那个小白脸的衣裳给刺破 你看他那得死呀 叶泽宇 掏钱 爹爹没教过你 划破别人衣裳要再赔一件吗 不是 希望你吃错药了 你给不给 不给我就去告诉爹爹 我给 给你 剑死王爷 呸 你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 这可则开得太大了 不好修补了 你这衣服没法再穿了 再买一件吧 这是你送给我的 就是我的东西 好好好 你留着 我让春唐再给你买件新的就是 小姐 小姐 宫里来旨 让孤爷入宫灭圣 小魔神跟宫里还有来往 不行 我得跟去看看 别藏着什么猫 我陪你 这事 传潭台近 殿前觐见 参见陛下 叶尔小姐 圣上今日只见潭台殿下一人 您若闲来无事 不如去陪太后娘娘聊聊天 不要紧 这宫中我熟得很 我随便走走便好 好 魔神就是从这身宫中养出来的 谭太亲过去究竟经历过什么 又是怎么长大的 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他成为魔神 去他曾经住过的地方看看 也许能发现什么线索 这位姐姐 叶儿小姐 你可知道 谭台晋从前住在哪里 谭台晋 这里有一封锦国的书信 是宫里寄来的 你想看吗 不想 想要得到亲人的音信呢 是人之常情 你说不想 反而诈卫了 谭国与我远在千里之外 此生再不踏走 谭王与我 也已摇阁二十载 此生再无相见 陌路人 亦相定 我不关心 我不关心 也不必关心 当真不关心 你可知 景王谭台无极 就要病死了 你的兄长谭台明朗 被封为了楚军 原来如此 知道了 多谢陛下 谭台明朗野心勃勃 近来屡动干戈 从未顾及过你这个当弟弟的处境 难道 真的不怕 姑把你的人头搁下来 济济吗 谭台明朗 与我而言 不过是有着兄弟名分的陌生人 他自然不会顾惜我的性命 若陛下拿我祭祭 只怕 震碎了他的心意 他如此不容你 难道 你就从没有想过 要回到景国 取回属于你的一切吗 原来是想玩御棒相争的戏吗 陛下 我离国去都十数载 身如飘膨 景国臣民 认得是澹台明朗 景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况且人各有命 王位 天下 这些都由他人去争吧 我命该如此 能苟权活着 就已经知足 如此 倒是孤多此一举了 你回去吧 此次铁石心肝 顾每次见他的备干不适 难怪 澹台老儿 对他毫无顾惜 如今 他既不愿为顾效力 也是废子了 派人盯着 看好他 留着他在始终是个祸害 上次说的那件事 要抓紧点办了 是 陛下 奴家已经安排下去了 谨慎点 准备个样貌年岁相当的 不要露出破绽 到时候 既可敲打一下叶家 还可以扰乱几国 陛下胜免 二小姐 到了 澹台殿下 在被接去叶家之前 一直是住在这里的 二小姐 到了 澹台殿下 在被接去叶家之前 一直是住在这里的 你们要害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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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害殿下 这位嬷嬷 这么冷的天 你为何坐在地上 二小姐 这是迎新嬷嬷 听说谭台殿下 便是她抚养长大的 又遂谭台殿下 从景国来到了这里 你们要害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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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唐台进吗 谁要害她 我们要害殿下 殿下请留步 吴总监 哎呀 还一直为何谭台殿下新婚呢 恭喜恭喜啊 吴总监 有话 您不妨直说 听闻殿下 虽然娶了叶家的西务小姐 可心上人却是冰长小姐 哎呀 这众所周知啊 冰长小姐 与我们六殿下 那是情投意合 这叶大将军呢 与六殿下 也早就有了翁婿之亲 您现在身在叶府 进水楼台 可否帮咱家留心着 如何留心 哎 当然是留心他们勾连的证据呀 勾连 你想让我帮你陷害 萧领和叶校 瞧您这话说的 咱家是陛下的进阵 当然要为陛下分忧了 只要您肯帮忙 将来我不仅能保殿下长命百岁 说不定还能祝您报得美人归呢 这圣都之中 大概只有萧领是真诚待我 我虽不至于去多管她的闲事 但也绝无理由 帮这个人去害她 吴总管的忙 我怕是帮不上的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不要忘了月迎新的下场 她为何会变成这样 这冷宫常年无人踏足 我们也不知这迎新是何时疯的 只是听说 自从澹台殿下出宫入宿 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了 我没有海殿下 我没有海殿下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海殿下 我没有海殿下 你可别忘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别忘了她的命握在我的手中 是死是活 是我说了算 你别以为你现在在叶家 做个低眉顺眼的 不能上桌的女婿 就能平安度日了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杀了阴仙 不过 我可不会让她死得那么痛快 我本以为 你不过是萧良的一条走狗 却没想到 是条话多的狗 哎 他再见 你 殿下在传唤你呢 这就回去 澹台至此 方才咂家所说的 方才吴总管 不过是在与我叙旧罢了 哼 看来是有所长进呢 好 你听着 若你胆敢 将我方才所说的泄露出去 我就要你生不如死 哼 剑生的剑主 这吴总管 话太多了 这个探台剑真是不识好歹 干爹 您千万别激化了身子 您让我去背着的那个人已经找到了 对付警官那帮人肯定能一架乱针 不行 刚刚说给他的秘密太多了 这人不能为我所用 就绝不能再留了 今晚就把他带劲杀了 他不听话 就给咱家换一个听话的过去 他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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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死人了 死人了 敏儿 你说今日有要事要跟姑商议 究竟什么事啊 挥禀父王 近日有多名百姓 在睡梦中无苦失踪 而臣怀疑 有妖物进了圣都 而臣接到禀报 便立即命陈贤 带乾隆为追查失踪的百姓 卿尘内外 也布置了日夜巡查 提防妖物 父王在宫中也需小心 以防妖物祸乱 当年我国送上不照山的 那些王孙公子 救赎你的天赋最好 修行静静也快 仅仅三年便大有敬意 不过 对付此等妖物 仅凭三年的修为 恐怕不能够十拿九稳吧 而身惭愧 如妨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人 你能用得上 六殿下 别来无恙了 小师叔 这么说 是师父派你来圣都的 师兄说过 我此生的机缘 就在圣都 叫我来这儿历练几年再回山 是什么机缘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来了总能派上点用场 近来荒原杰杰松动 常有妖魔 流窜人间作乱 你也知道 我们萧阳宗呢 历来喜欢管这些闲事 这可不是闲事 是事关百姓姓名的大事 富翁继疯你做太常博士 你既为官 自然该庇护一方百姓 眼下恰逢妖物作祟 还请小师叔助我尽快平定祸端 风水轮流转哪 我在不赵山是你的师叔 来了圣国 就只能当你的下官喽 不过 圣国官员的俸禄 也太喊算了吧 养我一个都养不活 何况 我还脱家带口呢 小师叔 你有睫毛了 还是你了解我呀 小博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 小博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 所以他才会那么悲观 无望 邪苦靠吸取怨恨和痛苦 聚集力量 谭太亲才会受那么多苦 这便是魔胎的命运吗 楠楠 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 多冷啊 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太辛苦了 知道心疼爹了 你真是长大了 对了 最近没有什么事 我要出去闲逛了 为何 渡城内外都不太平 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 似乎是妖物在作罪 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 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馆出世了 他跟谭太近聊了两句 回去以后就死了 儿孔流血 死状蹊跷得很 还从儿孔里爬出一只风来 风 他和鸟说话 是啊 还有苍蝇和蚊子 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 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也吓得我的宝贝女儿 睡不着觉 好 早点休息吧 嗯 小姐 这世上真的有妖吗 嗯 不仅有妖 还有魔 哪怕是离开皇宫 躲到叶府 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 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 吴总馆 你活得够久了 去吧 以我如今的能力 控制一两飞鸟重鱼 已是极限了 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 下次 恐怕更加难以自暴 要是 如何才算苏醒 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 如果是他干的 一定是什么法器符咒之类的万物 凡是想杀人 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二小姐 二小姐 什么都没有 二小姐有何不满 不行 我还要再炸她一下 宫里的吴总馆今日暴毙 你知道吗 我听说 你在出宫门前被她拦住了 她跟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 这么淡定 难道真的没鬼 从今日起 你每日睡前我要缩身 我提醒你啊 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 二小姐现在的兴趣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你少管我 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 教唆那些疯啊 虫啊 给你当替死鬼 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 不明不白地死了 她究竟是如何察觉的 我 如此说来 搜身也不胜保险 不如 我全都脱了 好让二小姐安心呢 你脱 我又不知会 一日夫妻百人 我什么都没见过 你脱啊 你脱啊 不脱了 又不我脱 她怎么变聪明了许多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天干雾燥 不该 怨恨 恐惧 悔恨 就是你了 救命 果然,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神功拥有更多噩梦。 有了这些噩梦的滋涯,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眼知花了。 红线过灵,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的人。 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 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仅在这空墙之外。 反正天还没亮,不如过去看看。 就在这里,果然不须自行。 这气息,好特别。 这本来就是我的。 别、别走。 小美人,你分明是人。 身上却有妖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看来今晚收获颇丰了。 你也跟我回去吧。 你没见过。 快点快点快点。 出荣蜜了。 给这套简单。 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 眼之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 只要这林中开满眼之花 我就可以化妖城魔 精中闹妖怪 无总管横死 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 看什么看啊 一个都不许胜 全给我吃光 叶希物 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 是啊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 怎么了 到了月底 你要是长不了三斤肉 就等着爱揍吧你 她真是变态得越来越莫错了 小姐 小姐 不好啊 大小姐失踪了 什么 说是昨晚还好好的 甚至今早就不进了综艺 恐怕 恐怕是 是老爷昨晚说的那 那个妖怪 这个怎么办啊 你别急 慢慢说 将军请了太常博士 来府里驱邪捉妖 说是六殿下也来了 好 我去看看 对萧领的兴趣倒是没变 也好 这样吴总管的事 就不会有人在意了 任管家 带佳慧下去 好好休息吧 是 大哥 这是谁啊 这是心上人的太常博士庞一枝 听说啊 是逍遥宗掌门的狄传弟子 也是六殿下的同门师叔 最擅长视魔捉妖了 那你知不知道 她是从何人 听说是不赵山的什么 清虚真人 没听说过呀 怕是赵优伯伯的 太师父之类的吧 什么妖魔 都逃不过她的探查 可一眼定乾坤 她若出手 妖魔必死无影 糟了 此人是消妖宗高徒 若被她拾破坦台镜身怀邪火 把她处死了 岂不乱套 怎么办啊 庞博士有何赐教啊 小师叔 他怎么了 庞博士 这位公子 面相不错 将来 要大富大贵啊 来日 苟富贵 勿相望 勿相望 啊 那就借庞博士急言了 五百年前的逍遥宗 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了 庞博士 庞博士 转了这么久了 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回将军 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 但好在府内的诸位 应当没有什么答案 请将军允许在下 与府上布阵施法 寻找那妖物的踪迹 巡惠大小姐 那就拜托庞博士了 你是说 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 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 还把这些人 用来种花 对 叶冰长和迎新 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 不过看起来 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 取这些人的幸福 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 让他们去救好了 我知道了 你去看看叶希物他们在做什么 叶希物最近异常敏锐 她已经怀疑上 我能控制鸟兽了 现在告诉她这些 无异于主动认罪 罢了 何必惹祸上身呢 左腰阵 是在这儿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怎么来着 什么旗插哪儿啊 白旗蜀金 这儿插过了 那儿也不对 不是这儿 不是这儿 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 算了 求人不如求己 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 如今没有法令 刚好可以解冤为之极 庞博士 借你几张符纸肉肉 反正为了大家好 相信你不会介意的 这人间的苦楚 这人间的苦楚 果然就是眼枝花最好的肥梁 不枉我千里迢迢 不慌冤懒到这里 这两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 这么快就开出眼枝花了 这么快就开出眼枝花了 我果然没有看错 让我来看看 你们的经历 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是景国的秘密 跟随赤子白霸的宋国 放开我 放开我 殿下 放开我 放开我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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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 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 若有他重出眼枝花 必是思想最鲜美的极品 一定可以让我化身成魔 这个锁妖阵 岂不就是守株待兔 若是兔子不来 再等一万年也抓不到 若您肖角 Cock Here is what I have to expect 尔真姐 我叫王老人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被刚才这只鸟 germкий 吓了一跳 我觉得 你要是不告诉他们妖怪在哪 他们等到天亮也等不到 没想到 夜西雾这个女人 天不怕地不怕 却怕鸟 你离她远一些吧 好呗 这个女人平日里凶手恶煞 居然还怕我 夜晚真是最好的时刻 我闻到了 就在那里 就是在 从未有过的香蝶 一定能撞出这世间最美的眼睛花 有人有小油糟的人在这里 要小心我 那是什么 太少之令 赦魂书影 玄帆覆魏 天地处清 走 那脸下 这不就抓到了吗 不好 这黑五是障眼网 是双东击西 那是 谭谭进的房间 这样便认不出来了 得想个办法 把这纸条塞给萧灵 英雄 且让他去成了 我不能再迎起叶西雾的怀疑了 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人 你一定可以为我捉出最美的眼之花 冲林开宫 子翼悬雷 闭 不辞了 闭 大大戒 你抓紧我 叶西雾 你傻了吗 跑来找死 那 我不能让你死 好一对痴情眷鱼 那就一起吧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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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冰常在南角半枕山 我要去救他 这鬼化福不会是什么陷阱吧 已经死了 二小姐 temporal Huge 如ging 只能死马 当成活马一了 敲赚前隆位 咱们走 好 这里是什么地方 素素 那魔神来得如 洪水猛兽 你要留下来 守好扇门 掌门那边 Gentleman 有我来帮忙 石啸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我 你听我说 亨阳宗总得有人继承一步 亨阳宗 可是现在明明已经是 叔叔 快醒醒 已经是 谭台锦已经被孟妖杀死 魔神崛起 你就要失败了 叔叔 快醒醒 谭台锦被孟妖杀了 叔叔 快醒醒 谭台锦被孟妖杀了 爹爹 师妹 快醒醒 师妹 师妹 魔神 谭台锦 梦妖 梦妖 师妹 快醒醒啊 师妹 快醒醒 师妹 师妹 这是哪里啊 妖怪老巢 刚才的梦又是怎么回事 我叫我 快帮我下来啊 眼之花 原来如此 眼之花是什么 我在书中读到过 孟爷要把人带回巢穴 以人心中可怕 或者丑恶的记忆为种子 生出藤蔓将它们绑腹中 再让它们不断陷入噩梦 结出眼之花供它稀释 就像荤养家畜一般 夜西雾 你读书 你看到我姐姐了吗 她应该也在这儿 在那边 走吧 在这儿 你怎么认识她 我之前进宫见到过她 我还想到过她 你再查我 我没有啊 我就是刚好 刚好路过一个偏僻的冷宫 还见到了一个疯婆子 我查你怎么了 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 谁让你成天鬼鬼祟祟的 你看到那妖孽了吗 夜色未尽 应该继续去捕猎了 这次抓了这么多人 还有自己的结界 是个道很颇深的大药 难怪庞一支他们抓不住的 睡梦越深 藤蔓会缠得越紧 谭太监 你怎么没被绑住啊 因为我从来不做梦 我做梦会到我的教材 Đi jiydo 啊吗 notification book锦4 呢 既然是的 刘坤2 ですね 好 much 这里是一月子 可刚刚还在树林 这 这不是现实 谭台俊 迎新向公主请安 我知道了 谢谢你来告诉我 可我是一月族的公主 为了一月族 我不得不去 走吧 公主 迎新和兰只为公主而生 公主去哪里 我们就陪您去哪里 看来这里是迎新的梦境 那这一月子的公主 就是谭台俊的梦境 今册封柔飞 行凤迎 可谨之礼 举国同庆 恭祝陛下 良缘有地 千秋万代 小伙子 我们是一个人 可吗 可适的事 我们是一个人 但我们是一个人 怎么办 和我 都有心情 是一个人 作曲 李宗盛 大雪凛落的烟 测一只岁云尸 怀抱一只蝴蝶 舞的是着水里 把回忆吸一遍 从此不相见 我见过软鱼太过的话 眼酸倒说梦话 青丝弹几圈 一岁无碍 一抱有无尽的后怕 今夜晚 今时光走满 独行过一瞬悲哀 死去冷漫 深夜雨不下 千尘如月光无暇 你听那一不语气的话 如同终生风华 无论走多 我求醒着风下 那月光与我是铠甲 今夜来时带着伤疤 也时就温柔活一下 此去的满身 下雨不上 那很多的重案 落ational 置身密室 鼓声 向唤 哼 哼 我想起 ких 哼 不负壮 不负摆 吼 抖 它 啰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